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规律适度的夫妻生活才能让前列腺液适度排出 防止前列腺充盈而引发炎症 所以应保持规律夫妻生活不能纵欲也不能禁欲 四 调整生活习惯 男性应少坐多动 持续久坐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以免压迫前列腺 影响前列腺血液流通 同时也不能做会压迫前列腺的运动 如骑自行车或骑摩托车等 以免造成前列腺增生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余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跟那些事